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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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Mathina 歡迎大家 今天收看我們在澳海城這個現場製作的節目 就是專題節目《社異家居》的 我們的主題就是簡約裝修新主義 首先我們請了我們的嘉賓 就是社異家居設計師Joyce Lee Joyce 你好 你好 Joyce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想知道 因為香港他們居屋 或者不同類型的屋 都會有不同的大小尺寸 但是怎樣可以利用這個裝修 令到它改動 就可以令到它的空間感有大一點 之餘收納空間也是擴闊了 其實例如公屋來說 公屋的尺寸是否一般都是差不多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通常都會有兩百尺至六七百尺都有 那它本身自己的特點在哪裏呢 例如住的人數會是多些 還是反而是一個人住 甚至乎可能是夫妻就這樣住呢 其實住的人口都會多些 而且有老友少 反而是多些 那在裝修上面呢 就一定要注意很多不同的特點 因為始終又有大人 老人家 甚至乎是小朋友 那在這些位置上面 那你又會注重些甚麼呢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注重安全 是 還有實用 是 還有美觀的外形都很重要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尤其是可能女士們 就會覺得 這一期呢 我又喜歡些甚麼衣服 就想跟著一個潮流這樣去的 那在裝修上面呢 例如這個公屋的單位 裝修上面 有沒有說又要注意些甚麼的 流行啊風格啊 甚至乎是隔掉的 其實都有的 因為每人有不同的喜好 那他們呢 都會看回最新的潮流 還有看回自己的喜好 你們的選擇 那我們都會看回 其實呢 屋裡面有多少人口 那各人的需要呢 會幫他們設計的 那我相信呢 是 本身已經住在這個 公屋單位的朋友了 又或者是 將來搬去公屋單位的朋友呢 都會很想知道 如果我要先裝修的話 其實有沒有些位置呢 是我們要先去大執 即是先去整理的 其實都有的 譬如有些單位 住得真的很久的 那其實就應該 由基建那裏可以做起的了 是 基建的意思呢 即是水啦 電啦 鋁窗啦 這些的部分呢 都應該是大執的 是 那本身他自己 可能搬進去的時候 所有的部分 是要重新去再整個 還是另一方面呢 其實搬進去的時候 就要看回一下 看回他本身的需要 其實人口的大小 還有他有沒有生活上 職業上 有些特別的需要 我們都會跟客人溝通好 然後再幫他設計 是 那我們呢 今集其實都圍繞著 不同單位 面積都會有不同 在改動上面 也是不同 就好像公屋 就是單位比較小一點的 那在收納方面呢 收納方面又可以加了些什麼 令到整個地方 收納空間擴闊了 是啊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地小人多 而且每一個單位 其實都是比較小的 而且呢 住得久了 就會越來越多雜物 很多時候買賣 都不記得去收拾 或者都不會去清理一下 其實堆積了這麼多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想一下 怎樣改動一下裝修 或者換一下傢俬 那現在市面上就很流行 一些高 例如高身到頂的大櫃 是 還有地台床 這些都是一個收納的好方法 其實很多時候 做設計師就要在這些 不同地方上面 就好像我經常聽到 要拿到盡 每一個位置 你都要全部吃掉 這樣就可以增加了一些 收納的空間 那我們就這樣說 或者大家聽完之後 都未必太了解 我知道Joyce 都準備了一些照片 是可以給我和大家一起看的 那我們一起看一下照片 是 Joyce 其實這個就是公屋的單位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單位是幾大度 好啊 這個是一個二十幾年 這個單位來的 大概是五百尺 政府給它去的時候 其實沒有任何間房 在這裡 他搬進來住了一段時間 都用傢俬來間開房間 但是我們幫他做一個最新的設計 就是用磚來建了牆 把兩個房間獨立了 那大家都可以靜焗一些 不會吵到對方 還有也是幫他做了 譬如牆子 油漆 地磚這些 其實就把他的家 更加美化起來 其實是否大部分的公屋單位 都會和剛才我們看到的照片一樣 面積都是大概這樣呢 這個就是一個中型的單位 大概五百尺 是 其實因為他們初次住進去的時候 都有五個人 後來因為那些小孩大了 有嫁娶 有改動 那所以呢 現在剩下來有兩個人 他們都想把自己的 每人有一個獨立的房間 還有把自己的空間 整理得更加好 所以我們就幫他做了一個 更加貼身的設計 那這一張照片 就是這個大廳拍下去 那廚房那裡 其實這個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還是怎樣的 是 這裡做了一個改動 是 幫他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還有一個高身的獅子型大櫃 其實獅子型大櫃 在現在是很流行的 因為可以做很多儲物櫃 鞋櫃 和飾物櫃都可以的 另外在廚房那裡 我們就做了一個開放式廚房 就改了一個酒吧桌 平時的酒吧桌 通常酒吧是窄身一點的 這個比較闊一點的 其實是一張四人高身的餐桌 同一時間可以 有姐妹回來 都可以一起在這裡吃飯的 尤其是你小人的時候 就可以當喝一點酒 就談心一下 但如果你多人都不要緊 那你也省下一個位置 要來做一個辦桌 是的 那這裏呢 這裏就是房間 這裏就是主人房 裡面我們幫他做了一套床 還有一個曲尺的大衣� 是 其實比他以前的衣�的容量 是大了很多的 而且整理過之後 其實真的整齊很多 清爽很多 而且裡面長身 都用了一隻粉紫色 媽媽都很喜歡的 嗯 其實Joyce 你之前就有跟我 等一下 我問你一些提示的時候 你就跟我說到 其實做這個設計師 你很多時候一開始就要很了解 那裏的容量是大了很多的 而且整齊很多 整齊很多 而且裡面長身 都用了一隻粉紫色 媽媽都很喜歡的 嗯 其實Joyce 你之前就有跟我 等一下 我問你一些提示的時候 你就跟我說到 其實做這個設計師 你很多時候一開始就要很了解 跟客人之間去溝通 看看客人 究竟他們是喜歡什麼顏色 又或者是他們自己 理想的家居是怎樣的 是啊 我想問一下 這裡是你跟客人溝通 我看到不同的房間 例如剛才是紫色的鏡頭 而另一間房間 就是比較夢幻一點 就是好像小朋友 其實是否代表著 護主是女士 這間是一個田園風的設計 它就比較簡潔 還有一點是比較復古一點的 用了實木的木條來做裝飾 而且在牆上 還有很多細細的碎花牆子 這個房間的風格 是女女夢寐以求的 嗯 其實很多時候 在整個不同的屋 例如小朋友 是不是你都要跟小朋友慢慢說 你喜歡什麼公仔 或者顏色 甚至是牆子 都要問她的意見 才能決定到 當然 其實跟客人溝通是最重要的 首先一定要知道 他們的喜好 還有他們生活上 工作上的需要 然後再幫他們設計來配合 嗯 另外一方面 我就想問 剛剛我們就看了這個公屋的單位 就是比較面積小小的 就會發現 我們可以怎樣去增加它的收納空間 還有令到它的空間感也是大一點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些單位 它未必本身是很小的 但是都需要一些設計的改動 在這些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例子可以說一下呢 都有的 例如我們這次都帶來了 其實有一個二十年的居屋單位 裡面其實都是一個三房的設計 但我們將它改動了成為兩房 其實每一個人在裡面 其實都感覺到空間是大了 舒服了很多的 想不想介紹一下當初你去接這宗案件的時候 其實你又怎樣跟住戶溝通先的 其實初時就是太太先找我 他們說出他們的需要 但是比較含糊一些 而且他們又不是很多表達到的 後來我就說 不如我和你先生和你女兒一起見面 我約了他們上來我們公司寫字樓上面 一起見面的時候 我了解他們一家人比較多了 我亦可以即場幫他們做了一個手握圖的設計 他們都很滿意很開心 然後我就去上門跟他們讀車來做設計 其實我很著重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 有時候想把自己的家裡裝修一下 但我往往好像很貪心 會想到很多不同的顏色 這樣做有多好 那樣有多好 然後都會很頭痛 很花心 不知怎麼辦 我相信在這個時候就需要設計師的幫忙 正如你剛剛所說 就會和爸爸或者女兒一起三個人來 就由你去先聽我們的意見 是的 其實我們親自和他講解 和大家去溝通 對於設計上是容易很多 亦都能夠令到他自己明確地知道自己 其實想要些甚麼 是的 那一般如果我們準備 為自己的家裡去做一個裝修的改動 那其實事先有沒有說 我們可以自己準備些甚麼 例如讀一下那個櫃的尺寸是怎樣 甚至乎是寫定自己喜歡甚麼顏色 或者公仔 準備了先 然後再去找你 會不會又方便得多呢 當然了 這個是最好的 其實我知道現在很多朋友 他們都買很多雜誌書 來看來拿一些意見 拿一些參考 也會上網看很多圖樣的 其實我們公司都有網頁 可以在網上瀏覽來參觀 那我們在想自己去怎樣 去選擇做一個裝修改動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哪方面想先 就是證明顏色 又或者可能是傢俬 又是一部分 其實我們應該想到 顏色主要的氣氛是怎樣 然後再慢慢去想 傢俬用哪種款 還是我們應該集齊了 我們想要的傢俬 才再去想顏色呢 其實兩樣都可以的 其實沒有甚麼衝突的 主要就是看回 你是多著重於儲物 多著重於你實用的傢俬 多還是喜歡一些浪漫的風格 或者一些特色的主題的形式 去做設計 都沒問題 我們都可以幫到你 那我們聽了Joyce 跟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關於不同單位的設計改動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談 室內設計源於生活藝術 方便你日常所需 優化你家居環境 表達你對生活的品味 寫意家居設計 二十多年來室內設計 裝修工程經驗 盡心盡力為你打造 寫意家居 寫意生活 咦?沒有進來了沒有? 用了多樂士加勒安環保七 美國製造絕無VOC甲醛 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更多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天氣一絕 不斷氣喘 可能氣管敏感的方法 不用怕 現在已經有針對氣管敏感的口服日 還不含旅故醇 天王 不是每人都做到 除了我 和你 將身體交給手 手感3D按摩 O-SIM天王耳 讓你放鬆享受 無論是想舒緩肩頸 臨分前放鬆 日後幫身體充電 只要身體有需求 它都有求必應 天王之助等你離坐 O-SIM天王耳 O-SIM 傳統培育智慧 現代護理條約 專業培育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愛你的孫子 好月子培育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輩子沒有煩惱 優質生活台 既已經看見到我們節目 下載我們的Apps 那就隨時隨地收看我們的節目啦 只要在你們的iPhone或者iPad上 進入App Store畫面 在搜尋功能裡面 輸入A Plus 之後按確認 會搜尋到A Plus的Logo 這個時候 按入A Plus的Logo 畫面就會進入下載A Plus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 Plus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Free Free就會轉成Install 按按鍵 畫面就會顯示 需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回到主畫面 A Plus的Logo下面 就會顯示正在安裝 只需10秒 你就成功下載啦 你可以立即用A Plus App 重溫優質生活台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 看到我們精彩的節目啦 還有啊 留意我們A Plus最新消息 著數隨時任理令 還不快點拿你的手機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啦 全新電視頻道 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流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來主持還有我們的嘉賓 寫意家居設計的設計師 Joyce Hello Joyce 繼續歡迎你 大家好 我們上一節就有說過這個公屋單位 也有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居屋的單位 其實只要經過設計師 悉心的改動和設計之後 所有一些缺點都可以修正到 而且還會是很漂亮的 Joyce 其實你準備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是可以讓我們一邊看 一邊介紹一下的 這次我知道你準備了一個 可能是很不同的 剛才的照片是比較和諧一點的 而這次突然之間一轉 轉到很時尚 很現代甚至乎是很時尚的家 那不如我們一齊看看照片吧 好的 接下來我要為大家介紹這個 其實就是很典型的鑽石廳 這裡是黃埔花園 大概是五百多呎 其實在香港鑽石廳的家裡 其實都很多 很多人都很頭痛 究竟怎樣擺位才合適才好看 我們現在看到照片上所介紹的 就是用了一個比較時常型格的設計 有很多鏡面 暗燈槽 還有一個深色的地板 其實本來這個單位 它的面積是多大 其實大概570呎 570呎 但我們相信大家現場所見到的話 是絕對不覺得它是570呎的單位 是的 因為其實可以經過在裝修 還有在佈置上面 就能夠令到它的空間感更加擴闊一些 還有令到樓底感覺上是光猛 亦都是感覺到高很多 所以都是舒服很多 有個問題 想私下這樣問一下你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穿上深色的衣服 就會顯得個人好像瘦了 但是好像家居裝修一樣 其實現在都是一些比較深色的顏色 但是為什麼又會令到空間這麼大了 其實它將深色沉在地上 還有其中一幅的牆身 其他部分都盡量用了 淺色、米色這些設計 亦都加上了中間有一張紅色的梳化 令到人走進去之後 感覺上是精神一亮的 還有來說 因為燈槽的效果是圍住了整間屋 所以令到整間屋都不會覺得黑 而且覺得是光猛 而且覺得很高身 那你的這個住戶 是不是比較年輕一點 會不會是年輕人 就比較喜歡這種時尚的風格 是的 年輕人他們真的很喜歡這種時尚型格式的風格 還有來說 他們對於用選料 還有一些設計 他們都很有一些概念 在設計上 我們大家溝通的時候 就很容易大家吻合到 是 接下來是這張照片 這張鑽石廳在香港很多人都看到 但是這個廚房都是五角形的 另外這個廚房的位置 因為它有角的問題 所以其實做那套廚櫃的時候 都挺考手的 真的 是的 其實我發現 因為它是五角形 又或者是鑽石形 有很多不同的角落 在做一個設計改動 就會比較上吸收一些 甚至乎是 比起一般其他不同的單位 我想都要花多點時間的心思 去做一個揮圖 或者是想怎樣去設計 是嗎 是的 而且它其實窗口比較小 我們很多時候要注意一下 用顏色和光線 接下來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浴室裏面的 其實這個浴室 空間都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方形的洗手盆櫃 但是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用了一些黃色和綠色 都挺精神的顏色的馬賽克 令到這個細小的空間 就有一些生氣 有一些活潑的感覺 我發現很多時候 現在的不同的設計 都會利用到這個馬賽克的磚 或者石來砌一些不同的圖案 甚至乎有些人 我見過有些是卡通的人物 有很多人有利用這些馬賽克的磚 去做自己的畫像 或者他自己喜歡的圖案 其實有很多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 其實有些是喜歡砌不同顏色 又或者做人像圖畫 或者花朵圖案 其實也有些是 特意做一些比較閃爍一些 或者鋪上雲石 它最大的特色是在哪裡 因為馬賽克比較小一點 它可以砌到不同的圖案 其實除了砌一幅直身之外 可以砌腰線 也可以砌筆規則的形狀 搭一些磚都可以 接下來的這張照片 是書房來的嗎 是呀 不僅鑽石廳 鑽石廚房 還有鑽石型的書房 全部都是鑽石 是的 這個書房其實不是很大的 但是因為我們用了一個靠近長壁高身的設計 而且你看到的照片上面 右手邊現在這個其實是一個高身的書櫃 所以它有一張曲尺的大書桌 還有七尺多 碰了它之後 其實裡面有大衣櫃 還有磨砂玻璃 因為我不想它整棵牆都做了白色的木門櫃 用了磨砂玻璃 就感覺上會輕巧一點 還有床都是拍到在衣櫃邊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設計 因為護主很多時候都在家裡做home office 它會留在床的右手邊做化妝桌 那個位置比較要闊落一點 是 這次其實我們黃埔花園這個設計 護主其實對於用料和手工都很講究 我們這次可以跟它們合作 幫它們做到這個寫意的家居 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Joyce 上一節我們有講過這個公屋單位 以及這個屋的單位 你就有提到在上述這個地方 是不是都是一個鑽石形的位置 那個比較特別的織 其實我們平時就叫它做雞腿織 雞腿織? 是的 好像吃雞腿一樣 入門口的位置就是很窄的 但是你越走進去就越闊 好像喇叭形一樣放射性這樣開來的 但是這一種的單位是否常見的? 其實不常見的 但是這個單位有一個最大的難題 就是它入門的時候就是一條長走廊 它的右手邊就是一個櫥房來的 但是那個櫥房的牆就正好把這條長走廊的光 完全遮蓋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做了一些特別的設計 幫它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在做這個單位的時候 有沒有說要用多少時間 其實是不是每一個單位 都是因人而異 因為始終要透過你們的溝通 那麼你們在溝通上面 大概要用多少的時間才會完成整個計劃 然後才動工的? 通常要看它做多少項目 通常一些小的項目都可以做一個月 或者兩個月 如果水電、鋁窗 這些由基建造起的所謂大執 通常來說都是兩至三個月的 那你自己個人呢 如果你已經面對過那麼多不同的客人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那我問回來了 Joyce 你自己又有沒有一些自己喜歡的顏色 甚至乎自己喜歡的鏡頭是可以介紹一下 都有的 通常來說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一些 比較明亮一點 顏色比較鮮明一點的、活潑一點的設計 當然我們找我們的客人 有很多他不只是喜歡這種風格 好像剛才你所見的時尚型格也有 一些豪華貴麗形很閃爍的也有 另外也有一些可能很喜歡一些卡通 因為他們有小孩子 整個家裡好像七彩、幼稚園、兒童樂園 都有的 我們很害怕家裡如果真的有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的話 有些櫃 當然有櫃的話 就可以收納到很多不同的雜物 就令到空間感一來 但是之餘的整體性亦是強一點的 但另一方面就是很怕他們可能會很容易受傷 真的有些角是比較尖一點的話 我們又可以怎樣去好好避免呢? 是啊,其實家裡一定有櫃 無論是孤身櫃或者是矮身的櫃都一定有的 如果老人家、小孩子出入的地方 這些櫃是近路口的話 其實很容易撞到、撞到的 在這些位置我們通常都會用圓角、圓邊 又或者是把它套進的設計 就可以減輕了或者避免了老人家或者小孩子受傷 就好像一個提醒的作用 甚至乎如果我這樣想的話 會不會有些顏色上面的對比度比較大 可能我們走過的時候 給它的顏色對比 你會看到會加深了你自己察覺到它 在意到它在這裡 就可以避免容易撞到這個問題嗎? 是啊,用一個顏色來做一個提示都是不錯的 其實除了顏色之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一些燈光效果 有沒有說有些大忌 是在做一個裝修設計的時候 是我們要避免它嗎? 都有的 通常來說 就要看回屋主本身 以及他們家人的喜好 因為有時候爸爸可能喜歡一些中式 那些年輕人又喜歡一些型格 有時候就要照個孫兒回來照顏 那家人又要照顧兒童樂園 那你說要怎樣做呢? 是,那我們到底應該要聽一家之主 爸爸或者媽媽說 還是聽一些小霸王小朋友說好嗎? 其實呢,都可以大家互相配合的 我曾經以前做過一個類似這樣的形式 我就會在主人房做一些中式的套床 和衣櫃的配搭 在兒子房做一些比較型格的路線 會多一些玻璃櫃 但是呢,侄子就星期六日會過來玩的 有時候媽媽,爺爺也會照顧他 那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會有一個很小的房間 另外做開其實是一個兒童的玩樂室 我們聽到Joyce和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關於這個利用設計改動去修正 他原本簡格的問題 那時間也都差不多,再見 各位觀眾,如果對本節目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可以登入以下的網址 www.comfort-home-design.com.hk 又或者致電94424428查詢 我們都非常歡迎的 字幕府邁逵致電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SIM 声声带 在我喜欢的音乐 化成鼓动式按摩节奏 舒缓肩颈肌肉 一边听歌 一边享受按摩 音乐魔力重新感受 O-SIM 声声带 O-SIM 涉猎细致影像 全新二千万像素 Samsung NX200 用了多乐视加利安环保漆 美国制造绝无VOC甲醇和其他有害物质 符合美国专业环保认证 全家健康又安心 现在多乐视还有全新推出的环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醇保护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上多乐视网页看看吧 喝着冬夜咳到气扯 可能是气宽敏感 体内有白衣器 可以有法咳嗽气喘 用口服药物就可以控制精作 优质生活台 现在除了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外 还在上我们的网站 www.aplus510.com.hk 那就是收看我们所有的节目的啦 现在有种幼身又免费的方法 就用你的iPhone或者iPad download我们的apps 那就是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啦 只要在你们的iPhone或者iPad上 进入App Store画面 在搜寻功能里面 输入Aplus 之后按确认 会搜寻到Aplus的local 这个时候 click入Aplus的local 画面就会进入下载Aplus的版面 你会见到有关Aplus的简介 只要轻轻一按Free Free就会转成Install click入Install按钮 画面就会显示需要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 确认之后 会回到主画面 Aplus的local下面就会显示正在安装 只需10秒钟 你就成功下载啦 你可以立即用Aplus App 重温优质生活台的节目 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 还有啊 留意我们Aplus最新消息 着数随时任你link 还不快点拿你部机出来下载 千万不要错过啦 全新电视频道Aplus优质生活台 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饮食 高消费娱乐 金融财经 世上潮流 品味消贤 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应有尽有 还有玄学宗教 宠物护理 名人专访 啟发你的思维 扩阔你的视野 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plus开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